234 西部相報 蘭州多部門集中治理國女威染員 2015年7月27日新聞眼妖文A04徐正文相報信 記者徐正文 為應對近期環境空氣質量下滑 至7月22日起 為其十天的蘭州市大氣威染集中整治行動正式開始 昨日 記者從蘭州地區大氣威染綜合治理指揮部辦公室獲釋 蘭州市成建 環保 執法及各院區集中對國治管轄範圍內的重點項目和企業進行抽查 在檢查中發現 蘭州市部分工地有陽塵現象 以及一些餐飲場所未使用清潔能源對環境造成威染 據悉 蘭州市在繼續嚴查各類威染員同時 還將開展油品集中整治行動 根據蘭州地區大氣威染綜合治理指揮部辦公室通報 7月23日 由蘭州市城鄉建設局成立市政工程 道路開滑和防建項目3個檢查組 重點對軌道交通18個公區夜查 檢查中發現少年江茶灘採用營迴爐紙燒水 以責令其停業 要求更換衛電窩爐等清潔能源 同日 城關區特查了核區中17家餐飲單位 並對其中3家使用營迴造的餐飲店下達了限期整改 七旅河區對69處建築工地施工現場進行洋塵防治巡查監管 並會與有關部門對合區一處煤灘市場進行清理整頓 除了對以上生活威染源 以次洋塵的監控 根據蘭州地區大氣歪染綜合治理指揮部要求 蘭州市側監局環以四城區及紅古區平安鎮 永登園樹平鎮 如中園和平鎮內紫寶鄉 高蘭園九和鎮中和鎮 高新區定遠鎮等城鄉接合部為重點區域 開展油品集中整治行動、對生產、銷售不符合產品質量標準的機動車、飛道路移動機械和船播用營料、發動機油、淡氧化物還原劑、潤滑油及其他油品添加劑產品的行為進行查處